第1328集 初中同学在这里遇到了 真的不容易啊 叶好轩笑了起来 难得你还能记起来我 我就说嘛我们一定认识的 冯沛拍了叶好轩的肩膀一下道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 你在我后面坐着 想起来了 对对对 一晃都十多年了 叶好轩笑道 冯沛是叶好轩的同学 但他家庭一般 而且很早就辍学了 辍学了之后 就借了别人一张身份证 南下打工 一晃就是十多年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冯沛笑道 来这里有点事情要办 你呢 你辍学了之后 一直就在这里待着吗 叶好轩问道 是啊 初中都没毕业 来这里没有文化 只能在厂子里流水线上做点事 一坐就是十多年 前年在这里找了个当地的人嫁了 恭喜你了 叶好轩笑道 不比你们这些高材生啊 你现在一定混得不错啊 冯沛笑道 我要是真的混得不错啊 我会来挤公交车吗 叶好轩笑了笑 都是在外面打拼 混口饭吃罢了 叶好轩知道 冯沛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的生活虽然算不上贫困 但工心族的家庭 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 每天想着怎么节省开销 每天想着怎么在流水线上多加班 尤其是结了婚之后 压力会更大 所以他没有关注新闻 不认识自己也是正常的 但是叶好轩不想在自己 以前认识的人跟前 说自己的身份 因为那样的话 别人会认为他在秀优越 但他发誓他觉得 优越真的没有什么好秀的 眼前的这位女同学吧 被人还算不错 虽然不是很熟 但是性格耿直 叶好轩对他还是比较有印象的 怎么回事 谁是当事人呢 警察赶到了现场 看了看那个被人抓起来 一脸猥琐的男人 我们走吧 叶好轩拉了一把缝沛 然后迅速地离开了现场 啊 这样不好吧 我们得回去录下口供 不然的话警察会找上门来的 冯沛有些不放心地说 没事的 有目击者就行了 警察才没有那么多的功夫 管这些小事呢 叶好轩笑了笑 他拉着冯沛离开 然后发了个短信 这种小事对叶好轩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大事 叶好轩 走 到我家里去吃饭吧 好不容易见了一次 冯沛笑道 不了 晚上约个时间 我请你吃饭 叶好轩笑道 你来这儿 哪能让你请客 毕竟我在这里安了家 而且去饭店多贵呀 走吧 尝尝我的手艺 我手艺还算不错 这 不方便吧 叶好轩犹豫了一下 毕竟对方是成了家的人 他这样去别人家 恐怕会有些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老公对我不错 他人挺好 就是有些闷葫芦 老同学见面 怎么说也得拒绝啊 冯沛不由分说 拉着叶好轩就走 可 叶好轩真的感觉 不方便 但是他知道 冯沛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这样的 大大咧咧的 有些好爽 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很少有人把他当成女人 都把他当成汉 到了冯沛的家里 冯沛放下手里的东西道 周波 我遇到我老同学了 屋子里有人应了一声 然后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这个男人就是冯沛的老公周波 他的样子看起来憨厚老实 他笑道 欢迎 一好轩 我初中同学 你不知道 我今天到街上 遇到了色狼 冯沛挽起了袖子 就要开始做饭 啊 怎么样啊 你有事没事 周波紧张地问道 没事 你不知道 那人可凶了 如果今天不是我老同学出手帮助 我恐怕还得吃亏呢 太感谢你了 来来来 屋里坐 周波对叶浩轩热情地说 你好 我是叶浩轩 认识一下 叶浩轩和周波握了握手 我也是出手帮一下 没想到居然遇到老同学了 这都是缘分呢 真的是缘分 来 请坐 不要客气 周波笑道 周波的家并不是有钱的家 他的房子也是前些年 凑得首付 是按揭的 不过并不算大 家里没有什么装修可言 就跟普通的平租房一样 但是家里面收拾的挺干净的 这些肯定都是冯沛收拾的 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干练的女性 冯沛的老公是本地人 在他们这个地方比较流行的就是 功夫茶 周波也不例外 他为叶浩轩泡了一壶功夫茶 然后和叶浩轩又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聊天中得知 冯沛的老公原本是在一个工厂的部门里做主管的 和冯沛认识 之后就两人结婚 这几年经济不景气 大把的厂子都倒闭了 周波所在的工厂虽然没有倒闭 但也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工资锐减 而且工人们一五三上班 二四六休息 一星期基本上只有一辈的班可上 所以他便辞职跑起了出租 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但也算是差不多的 问起叶浩轩的时候 叶浩轩随意地笑了笑 我是一个医生 在京城那里 这几天到这里学习 没想到这么巧 恰好遇到了老同学 哎呦 医生好啊 周波伸出大拇指 现在谁家有一个医生 那真是了不得 家里人有个头疼发热的 也不用发愁着医院了 你是不知道啊 现在的医院是不能进的 一进去就是几千几千的花呀 一个小感冒就能让你折腾几天 不扒下你一层皮来 那是肯定走不了的 周波边说边摇头道 曙光医院没有开到这里来吗 叶浩轩有些诧异地问道 哎呦 开了 不过现在还在规见中呢 恐怕得两年才能见好啊 还有就是曙光医院的名声 虽然不错 但是没有在月城开过 谁知道传言 那是真是假呢 京城的曙光医院我去过 确实不一样 老百姓去干病 的确是有很大的实惠 如果开起来的话 基本上不用担心医疗的问题 哎呦 那还好啊 那希望医院能早点开起来 周波点头 他笑道 呃 你是在京城哪个医院工作的 哦 我只是在一个小医院里面工作的 还在实习当中 叶浩轩笑道 他随口扯了个谎 因为他不想在冯沛的家里 表露出来太多 哦 那那也不错呀 熬上个几年 熬成主治医师了 日子就好过了 总之啊 医生不错 以后是很有潜力的 咳咳咳 呃 不像我们那 下苦力这种 哈哈 各有各的好处 叶浩轩笑道 总之我们都是为了生存 说句不好听的 都是在外面刨食吃的 我比起你们来 也好不到哪里去 哈哈哈哈 谦虚了 周波笑道 他拿起了一根水烟 抽了一口 少抽烟 说过你多少次了 冯沛在厨房里 忙活了半天了 他看到丈夫抽烟 不由得瞪了丈夫一眼 然后匆匆地走到冰箱那儿 去雨 去食材 因为厨房比较小 所以冰箱在外面放着 哈哈哈哈 我也就是过几口饮 周波笑道 他对叶浩轩悄悄地说 哎呦 哪里都好啊 就是管得太宽了 哈哈哈哈 那是因为你愿意被他管着 叶浩轩笑道 周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又抽了一口水烟 然后才练练不舍地把烟墙给放到了一边 看得出来啊 他是挺听逢沛话的 叶浩轩突然有些羡慕我 这些普通人 就眼前的这一对小夫妻 虽然生活方面不算是太好 但至少他们过得充实 也富足 冯沛还是和在初中的时候一样的玛丽 厨房里传来了一阵切菜声 她一个人在厨房 根本就不需要人打下手 就在这个时候 门一响 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兴奋地说 周波 你看谁来了 妈 周波连忙站起来 把门打开 这个老女人就是周波的母亲 也就是冯沛的婆婆 李慧 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的长相只能说一般 但是她身上的衣着很时尚 而且都是牌子货 别的不说呀 但是她肩膀上的包包 估计就是周波大半个月的收入 这个女人就是周波的弟媳 杨丽 她跟着婆婆一起进门 但是这个女人一脸的傲气 进门的时候 她明显地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悦地说 妈 屋子里也不弄些熏香什么的 时间长了 全是一股不好的味道 哎 不知道你会回来 下次会注意啊 莉莉啊 进来吧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李慧一脸颤媚地对杨丽说 然后接过她手里的包 为她拿了一双拖鞋 看那架势啊 就差点帮杨丽给换上了 叶好轩有些纳闷 这到底哪个是婆婆 哪个是媳妇啊 哟 家里有人啊 这是你同事吗 李慧进门看到了叶好轩 她以为叶好轩是儿子的同事 毕竟儿子以前经常领同事回家的 不是啊 妈 这是佩佩的同学 叶好轩 刚才佩佩在外面的时候 遇到了一点麻烦 多亏了她的老同学啊 周波连忙介绍 她向叶好轩笑笑 这是我妈 这是我弟媳 哦 李慧的脸色不大好看的 她一边拿着东西 往桌子上放 一边小声地嘟囔道 正事不干 成天往家里乱七八糟的人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她的声音其实并不算小 就连周波都听得见 叶好轩当然也听得见 她不免有些尴尬 在华夏 婆媳的关系 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尤其像是现在说的 现在养个儿子 就好像是练一个小号 好不容易 把号给练大了 然后被一个叫媳妇的人 把号给盗了 所以说婆媳之间 长期地住在一个屋檐下 难免会有些磕磕绊绊 这也属正常 叶好轩只当这是正常的婆媳关系 也没在意 毕竟她现在来都来了 如果硬要走的话 丰佩的脸上也不太好看 而且她的性格 如果自己真的走了 恐怕她恨自己一辈子都有可能 有些时候 女汉子的世界男人也不懂 莉莉啊 你先坐 我给小玲打电话 让她中午回来吃饭 李慧殷勤地擦了一下 很干净的椅子 然后请她的二儿媳妇给坐下来 看得出来啊 她这个二儿媳妇 在家里的地位可能是比较高 就连这个看起来尖酸刻薄的婆婆 也不敢得罪她 而且她貌似不经常回家 回家一趟简直就是给婆家人面子呀 这是我的弟媳 机关单位工作的 我弟他俩是同事 周伯尴尬地笑了笑 给叶好轩介绍道 叶好轩本想打个招呼 但是看得女人一脸臭屁 而且一副嫌弃的样子 她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妈的你是谁呀 要老子捧你的臭脸不成 所以叶好轩只是点点头 并没有什么 不过啊 从周伯的寥寥术语中 叶好轩听出了端倪 这个杨丽的老子 恐怕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他在机关单位里面上班 恰好周伯的弟弟也在那里 现在周伯的弟弟是高攀人家 靠着人家老子的关系上位的 所以一家人 谁也不敢得罪 莉莉啊 小玲说 她今天中午上边来检查 所以回不来了 片刻后 李慧有些善善地跑了过来说 看她的样子 有些坠坠不安 哦 我给忘了 她今天中午是要检查 据说是卫生纪检部门的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来了 杨丽拿着小镜子 一边往她脸上补着妆 一边嘟囔道 没事没事 大家都是一家人 就算小玲今天中午不回来 还有我们呢 李慧陪着笑脸道 你先坐 我去给你拿点水过去啊 妈 我去厨房里帮帮小沛 周波觉得跟自己这个弟媳妇在一起 不自在 她站起来道 绑什么绑 给小丽倒杯茶去 她在家做这些家务都习惯了 一个人能应付得来 李慧不高兴地说 她对儿媳妇失了一个眼色 她的言下之意就是 你弟媳好不容易回家一次 你得在一边陪着呀 伺候好一点 不然的话她会不高兴的 那周波无奈 她只得坐了下来 为杨丽倒了一杯茶 她笑道 小丽啊 喝点茶吧 这个茶是 我不喝茶 你不知道吗 杨丽放下了手中的小镜子 她翻着白眼道 谁喝这种垃圾东西 我一向都是喝咖啡的 附近有没有星巴克 去给我弄一杯地址咖啡来 这个 附近没有 我这里有点松茸的咖啡 我去给你冲 周波更是尴尬 那就算了 松茸的有什么好喝的 杨丽不屑地说 回家一趟 连像样的咖啡都没有 真是 周波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的 看得出来啊 这伙也忍着自己的脾气 没有当场发起火来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啊 同样是媳妇 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自己的老同学在厨房里热火朝天的忙着 而这个女人则是在这里坐着 闲着闲骂的 而且叶浩轩明显地看得出来 理会啊 对二儿媳妇的宠爱 就这一会儿端茶倒水 水果点心呢 是不重样地往桌子上端 而且还嘘寒问暖的 这哪是对待自己儿媳妇的态度啊 这简直就是对待自己亲奶奶的态度 小珍来了 从厨房里冒出头来的冯沛一愣 然后笑道 那好 我都炒几个菜 刚好我老同学也在这儿 今天我们是大人考 叶浩轩知道 他这样说 是为了不让自己感觉到尴尬 但是看到李慧帆白眼的样子 以及杨丽那副不屑的样子 他就知道啊 自己的这个老同学 恐怕是热恋 贴到了冷屁股上 他这么辛苦 这些人还不一定能领情呢 唉 妈 上次回来吃的那个红烧肉不错 今天中午我做这个菜吧 杨丽终于放下了他手里 那花花绿绿的化妆品 收起了他的小镜子的 好好 想吃什么纸管书 你嫂子一定能做出来的 李慧根本不问一下冯沛的意见 他陪着笑道 那副表情简直就是盛开的菊花一样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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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